看到我們的好朋友 江盛銘先生 他在...你知道江盛銘嗎? 是 你那時候不是一直欺負他 因為我們兩個跟我跟老祖 還有淑咪是在2003年吧 在東華大學認識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參加 暑假參加一個全國 等一下參加 他就在返鄉福隊 我們就類似 就看到一個人 就是一直在我們後面 一直彈其他這樣子 想說這個是誰 歌聲很美妙 就是非常好啦 很認真的一個人這樣 因為我現在不能亂講話 我也知道他的粉絲專頁留言 我自己以為我就變泡風了 他就在笑 因為我無法相信說 怎麼以前 就是... 好啦 就是我承認 我一直每次都語言霸凌他 怎麼現在變那麼紅這樣 哇 好啦 我們不要... 你們要不要聽他以前的笑話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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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因為我蠻想說成一胎 我蠻想說成一胎 有一次 不是啦 我不會想像背後說你 不要 不要 那是誰我剛剛開玩笑的嗎 重點是他有空看得不看 他沒空所以可以講 沒有啦 祝福他這個... 友誼愛合 啊 喔 有囉 沒有 有嗎 我也不知道耶 是嗎 祝福他自己好之為之 好啦 不要開玩笑啦 是 那 欸 我們這邊可以做個預告嗎 可以嗎老闆 是嗎 我們 5月 5月19號 我們會提到說明就是因為 他有辦一個海邊的孩子 好像是樂團比賽吧 演唱會 然後他第一個時間 就打給我說希望我們藍心能參與 然後 我們就答應了 所以5月19號 禮拜六那天 好像會在三創 三創 啊... 很囂張 很囂張 很囂張的你過來 三創是哪裡 就是真心受創啊 你過來講啊 喂 你講一下 三創在哪裡 他們在哪裡 三... 三...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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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華沙堂旁邊 光華沙堂 中校行神站 中校行神站 那你們都知道了 對... 對... 就是... 你們自己顧過了好不好 對... 三創 但三創很長 對... 不行啦 反正我台北不熟 就是... 三創啦 歡迎大家來看我們這樣子 對... 然後... 聽說... 好像只有邀請四個團 每一個團二十分鐘吧 好像是什麼 比當天過得的石頭最多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觀眾會石頭 跟他們穿貨就丟了 所以... 我們這樣台上可以收錢 就少石頭 並且活著 看起來要算全是 一律三副的平均值 欸... 這樣我沒有... 你有進出 欸... 我這樣團長很容易聚光喔 你是最容易... 你是十二生肖 應該是... 安康瑜吧 欸...你在喔 講話... 就... 好了... 歡迎大家... 放眼前啦... 5月19號 因為冠軍好像... 就是看誰石頭比較多 我也不知道 熟命跟我講什麼 不知道是清醒還是酒醉 他說... 看來給樂團石頭比較多 我哪個是打架嘛 搞不好有人會搬最大的 對不對 然後就是... 過得最多石頭的樂團 沒有獎金 但是會被熟命他們 一起... 就是邀請 結伴一起去 日本東京 參加他們的音樂祭 就是日本很有名的音樂祭 這樣 我們這樣子講 並不是說一定要拿冠軍或什麼 因為我們都很平常些啦 但是... 你們沒有去給我試試看 欸...這樣講一下 反正我也看不到你們是長怎樣 很多人 好...我們現在開始發石頭 好... 而且要發個最尖的咧 好啦...就是5月19號啦 歡迎大家... 來看我們 如果願意的話 我們那時候 我們的... 女主角經營街開他的神秘面紗 對... 他可能會帶司機出場 吉桑好 啦...